这个视频我来说说图形的分类和三角形的分类 这也是你原来认识的一些图形 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把它们进行分类 其中正方体、长方体、圆柱和球 这些都是立体图形 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圆、长方形和正方形 这些都是平面图形 平面图形按图形是否由线段为称来分 又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由曲线为称的图形 也就是圆 另一类是由线段为称的图形 三角形、平行四边形、长方形和正方形 由线段为称的图形按边数的多少来分 又可以分成三角形和四边形两类 三角形是由三条线段为称的 它有三条边 四边形包括平行四边形、长方形和正方形 它们都是由四条线段为称的 都有四条边 那用小棒分别做一个四边形和三角形的框架 用力拉这两个图形 其中三角形任意两条边用力对拉 都不会改变形状 而四边形两个对角轻轻一拉 它就变形了 这说明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而四边形具有不稳定性 这两种图形在生活中可有着广泛的应用 例如利用四边形的不稳定性制作推拉门 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固定起重机的起重臂 其实三角形也是做种多样的 根据三角形角的特点 可以把三角形分成三类 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 这是直角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顿角的三角形 这就是顿角三角形 三个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 这就是锐角三角形 把所有三角形看作一个整体 上面每类三角形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可以用这个图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任意一个三角形 都是这三类三角形中的一类 此外 根据三角形边的特点 也可以进行分类 三条边都不相等的三角形 叫做不等边三角形 有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 叫等腰三角形 在等腰三角形中 相等的两条边叫腰 另一条边叫底 两腰的夹角叫顶角 底边上的两个角叫底角 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是相等的 最后三条边都相等的三角形 就叫做等边三角形 也叫正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三条边都相等 三个角也都相等 每个角都是60度 那三角形按边分类 它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这样的集合图来表示 这是所有的三角形 这是不等边三角形 这边是等腰三角形 其中三条边都相等的三角形 是这一小块等边三角形 好了 就说到这儿 这些知识你都记住了吗 快去做几道题试试吧 然后上到这儿 就说到这儿